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丈知道之后呢 就马上的恭敬的站了起来 然后呢 把客人请到内厅改口 刚才不是说做茶吗 现在改口说 说请坐 说泡茶 跟客人交流了一会儿才知道 原来坐在外面的季晓兰是礼部的上书 那么方丈这才领着季晓兰到馋房内很尴尬的 陪笑 因为毕竟怠慢她了嘛 说请上座呀 泡好茶呀 临走的时候呢 方丈又拿出了纸跟笔 让季晓兰留下了墨宝 季晓兰写的 写的是什么呢 说 坐 请坐 请上座 茶泡茶 泡好茶 方丈看了这幅对联之后呢 也非常的羞愧 那么我想她之所以羞愧呢 正是因为方丈在之前 她跟季晓兰的种种的这个故事里面 她做到了什么呢 方丈以貌取人 她并没有内心十分虔诚地 能够做到对于每一个人都十分地尊重 那我们再往下说第二句话是什么 第二句话是水取流长 路取通天 人取顺达 要我们做人啊 能够能屈能伸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这个水啊 弯弯曲曲地流 远远流长 而路也是这样 弯弯曲曲地然后通向远方 而我们为人处事呢 如果能够做到能屈能伸 那么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顺利地干什么事情啊 都通达很顺利 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而做人最忌讳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太有身份感 说白了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身份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标签 而且只是众多的标签之一 其实你说身份有什么意义吗 我想它并没有太多很实际的意义 如果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碍于身份 你犹犹豫豫 那可能还没有做 你已经输了 尤其是在这种职场的竞争上 明明局势已经对自己不利了 可是呢 碍于自己的身份 觉得可能自己比别人的地位高 我得争这口气 争这个面子 不退让 不妥协 那么最后你的下场是什么呢 我想 不是落一个笑柄 就是吃亏 曾国藩说过 好胜人者 必无胜人处 能胜人 自不居胜 说一个人表面上 总是喜欢争强好胜 说这种人 实际上呢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过人之处 而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他们呢 往往都能屈能伸 我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帖子 说 有修养的人 你们知道有修养的人 都是长什么样吗 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 答案是这样的 脸上跟心里都写着 尊敬两个字 诸葛亮也说过 说勿以身贵而见人 我们这一生呢 不能说一生 其实我们一天会遇到很多人 当然这一生当中遇到人 就更不计其数了 真的没有那么多必要 彼此之间要分一个你高 或者说我低 做人能去能深 才能够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好了 我今天的视频分享就这些 欢迎大家积极地关注转发 并且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